你懂我農 你的問題我最懂 大家好 我是淨華美衣的 偉農醫師 我是淨華美衣的小編 上次講了雙眼皮的素前問題 這次要來問雙眼皮素後 要怎麼樣照顧 跟不需要注意哪些事 你是能不能先幫我們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好 那雙眼皮手術本身是很單純的 而且就算是割的 有傷口也是非常的小 傷口的照護其實就是很單純跟很簡單 我們不要把它想得太複雜化 只要保持傷口清潔 就是生理食鹽水 然後每天清個兩到三次 然後記得要抹藥膏 可是藥膏也不能塗抹太多 有抹到就好 再來就是藥 會有止痛藥跟抗生素 所謂的消炎藥 那基本上服用三天 然後基本上就不太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有人說是要做什麼冰服啊 或是熱服啊 一般客人都會問 而且其實答案都很多啦 每個醫生講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那我的習慣對我的客人來講的話 其實最簡單就是拆線前就是冰服 拆線有可能是五天 有可能六天 有可能七天 不一定 我們就是回診的時候看狀況怎麼樣 那拆線後呢 冰服還是可以持續 可是可以加上溫熱膚 第一個冰膚是讓血管收縮 第一個你會比較舒服 第二個是它比較不會那麼腫 第二個為什麼我說溫熱膚不是熱膚呢 是因為之前有客人燙傷過 因為你說熱膚它真的會用熱 真的燙傷那還得了 所以我現在都會講溫熱膚 那怎麼樣確保溫度是夠的呢 就是其實你可以拿毛巾 熱毛巾 或者是暖暖包 用紗布把它包起來 你不要直接就放在臉上 因為臉上如果你剛剛冰覆過 那你可能對那個溫度比較不敏感 而且你那邊有傷口 我會建議先放在手上 先測試 如果你覺得溫度還不錯 那我們就放在眼睛上面 也會沒有問題 好 好不好 那有的人說有除發藥膏 或是喝五公草 那這個大概是什麼時間點 才要做這件事情 當然五公草是讓它消腫 比較沒那麼腫 可是有一些女生 尤其是在月經來的時候 盡量不要服用 然後因為那個會太寒 如果平常有在用中藥的人 當然五公草取得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覺得OK 可是平常沒有在服用中藥的人 其實你只要好好的冰敷 按時的冰敷 跟拆完線的溫熱膚交替 基本上也不太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特殊的狀況我要提一下 就是我之前遇過一兩個客人 他溫熱膚之後會非常的腫 因為溫熱膚會促進血液循環 那有人會消腫更快 可是有人卻會更腫 那如果你的體質是溫熱膚之後呢 你隔天醒來的時候 發現眼睛會腫起來 那我覺得就避開 你就是持續的冰敷 所以其實還是一人而異啦 你沒有一定說 我就是適合這個 我就是七天之後只能這個 沒有 你還是要看你的分體 反應的狀況怎麼樣 那再來就是很多人說 雙眼皮就是做完縫的 那是不是其實很容易掉下來 然後之後就不見了 又回來了 你還有一題沒問那個隱形眼鏡 那隱形眼鏡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講 就是很多人會問說 那我開完雙眼皮手術 可不可以戴你眼鏡 對 隱形眼鏡本身 在眼睛裡面是不影響雙眼皮的 可是這個動作就是你先眼睛起來 這個動作 可能你手髒啊 或者是你去翻啊 這個對傷口都不好 所以一般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拆完線 保持乾淨 基本上隱形眼鏡不會影響到說 我雙眼皮會不會怎麼樣 會不會跑掉 會不會怎麼樣 是不會的 那再來就是剛剛我要問的 就是縫雙眼皮會不會掉下來 或者是會不會很快就不見了 當然縫雙眼皮也有很多縫法 包括是用可吸收線 用不可吸收線 單點縫法 八字縫法 連續縫法 這個跟會不會掉 會不會容易掉 都有關係 可是基本上我對客人的回答就是縫 不管怎麼縫 一定沒有割得來的穩 很固 所以隨著時間 第一個你眼皮會垂下來 你每天動你的眼皮好幾萬次 確實縫的一定會比割的容易掉 但是會很突然嗎 就比如說下個月突然就不見了 如果你有習慣揉眼睛啊 或者是去用眼睛常常去摸啊 那確實 掉的機率真的會高很多 高很多 當然就是避免這些動作後 其實算比 縫的也是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趁個數年是沒有問題 數年都沒有問題 絕對是沒有問題 如果是割咧 割是不是就會更有 割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把傷口打開嘛 在裡面做雙眼皮 那確實這個動作是 可以讓雙眼皮的折痕是非常的強 其實基本上就是永久的 那為什麼有人說 那我割雙眼皮 為什麼我過十年十五年 怎麼感覺又不見了 通常那個不見了 是因為你的眼皮垂下來 或者是你的眉毛 隨著年紀它也會掉下來 這是正常的老化現象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再回來諮詢 我們再看你的眼皮 就知道狀況出在哪裡 其實那個調整就很簡單 我們可能再修一點雙眼皮 這樣就好了 了解 非常謝謝委農醫師今天 這麼詳細的跟大家介紹 雙眼皮疏後的困擾 以後有問題也歡迎問我們的委農醫師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 之後有任何問題也繼續 來採訪一下我們的委農醫師 謝謝大家 謝謝 你農我農 你的問題我最懂 你好 我是精華美醫的委農醫師 大家好 委農醫師 對